龙尾神显身我大争 如此祥瑞 朕你为龙尾神修建宫室 延流久居 诸位大人觉得如何 陛下 陛下 您人怀宽厚 还请将龙尾神送回海中吧 海中若没了龙尾神 便会交杀贫出 恶浪横起 雷州百姓均受其害呀 陛下 无顾子民大半依海为生 若没有龙尾神庇护 仅况不堪设想 恳请陛下看在 与祝年殷亲之意 恩准此情 陛下欢厚仁慈 万万不可呀 那么你们便在此与朕结盟 以龙尾神之名为誓约 若阴阁海与江南海一日不哭 将来 你们与你们的子孙后裔 便永远不能侵犯我大争 获逝者 永失龙尾神眷顾 大争陛下言出必行 我助年愿与大争结盟 屠火鲁也愿意与大争结盟 我南匹愿与大争结盟 习府愿与大争结盟 养结塔愿与大争结盟 养结塔愿与大争结盟 霓华罗愿与大争结盟 霓华罗愿与大争结盟 你记得过了 臣弟有些不舒服 先行告代 霞王殿下 您可别急着走 今日 您可是主角 你捱 归去 参见陛下 臣等奉命 护卫功成 金拿下厂王党羽 服役及其部下一千两百余人 朕没想到 剧场 哪怕今日 您在服役带兵入宫之前肯罢首 朕也会考虑饶了你 陛下 不 哥哥 哥哥 是气场一时糊涂 气场自不量力 哥哥饶命 哥哥饶命 厂王殿下 你两次用计谋 陷害霓华骆士臣 袭击龙卫神 派人假造圣旨 绑架我的母亲 私自调兵意图逼宫 冲篡位 这桩桩渐渐 奸人证物证俱载 皇族犯法与庶民同罪 就算陛下是明君 再不忍 又怎能饶你 胡朱夫人 你说 是厂王谋害了吴不使臣 厂王殿下 私下勾结蒲幽马 将波南纳街大人 骗至惠仙楼 再派杀手行刺 所以才导致大人 如今昏迷不醒 他对塔克朗副使 则更加残忍 他利用下毒 来操控副使 对本宫进行行刺 然后再利用反噬之力 使副使惨死 他的所作所为 皆为了挑起大征 和霓华罗的纷争 好作收渔翁之力 你 你胡说 玉染 你自己好好看看 这里 有你给蒲幽马的纸条 伪造的圣旨 还有绑架我母亲那个人 身上留下的令牌 袭击龙尾神的死士 以及其他人的口供 这殿上更有服役和你的党羽 你还想要什么证据 我都能为你找来 不可能 你怎么能弄到这些 我不是 有任何一点线索 季风馆都能查得到 厂王殿下 你也该为自己做的事情 付出代价了 陛下 请陛下撑出厂王 魂尼华罗一个公道 陛下 浦游马之事 完全是咎由自取 与我铸铸无关 陛下要怎么罚他 我铸铸 绝无怨言 我像内鬼 剑家 军下 陛下 和威尼 пож天下 陛下 一面 下 对 魂尼华 mich 构下 午后 明昊 朦 打入诏狱 其当狱 捉三思会审定罪 是 皇兄 不是我 这 真的不是我 皇兄 皇兄不是我 皇兄 刚一到天起 还没来得及歇息 就在殿内的水晶缸内 待了数个时辰 等待使臣们的朝拜 辛苦你了 海誓 是要解毒吗 卫生花 你可以解毒 可以 师父 狼还可以解毒 谢谢狼还 为海誓惦念此事 你从岳州到中州 长途跋涉 今日又如此耗力 已经虚弱不堪 还请好好休养身体 恢复体力 再商议解毒的方法 我现在有了胶珠 还可以撑一段时间 浪还 朕 不 朕 我 请受我一败 请受我一败 谢谢你 为了百姓来到大正 你放心 我不会再让你遇到任何危险 请先好身歇息 你 你 今日也累了 你快歇息吧 你去吧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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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